墙高越来越强往西边增强 所以造成过去几天山陀尔台风的路径 不断地从东边一直往西边在做修正 墙台之姿再加上归宿移动 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原地打转 让它继续吸饱水汽 所带的风雨当然就更强劲 尤其秋天到来影响台风的因素又很多 提升了这次预报的困难度 这个高空的潮线系统 所以它整个环境的这个导影 导影是往东北的方向拉 所以大概在10月2号到3号 这个山陀尔台风的速度 它才会明显的加速离开 特别是在10月3号之后的原因 就跟北边这个潮线系统 它由西往东移入 刚好两个低压系统就把它 把这个山陀尔台风顺利的把它拉走 解析山陀的路径到了9月30号 可以发现东西两侧都有高压笼罩 导致山陀尔没有导影气流牵引 才会几乎都没有移动 接着从10月1号开始 两边高压逐渐让开 再加上北方有潮线牵引 路径预估才会认为 它会往南台湾的路 太平洋高压的导影的强度 其实是比较偏弱的 因为高压如果导影比较强 它的速度还有它的方向会比较坚决 可能就稳定朝一个方向再移动 那秋季因为就是除了高压 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太平洋高比较弱 那另外我们还要关注的是 在北方的这个潮线系统 所以有两个因素要考虑 就造成我们在秋 就是在这个9月的中下旬之后 台风的这个路径预报 我们要考虑的因素会更多 尤其这一次为何高度警戒 因为山徒儿从高屏登陆几率高 罕见的走法确实查不到过往记录 所以说这次的路径 真的是在挑战历史 这个案例是算是这几年来 非常少见的 那如果再以强烈台风的等级来看的话 我们查过资料是 是民国55年的时候 有个叫艾尔西台风 不过那时候那个台风 它是从恒春登陆台东出海 所以在路径上 它是蛮偏南边的 再加上它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 跟目前的山陀台风的状况 是有点差的 那如果说要拿来类比 可能也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才会说就是 山陆台风这样的情境呢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虽然气象鼠认为路径 从南部登陆后 接着东部出海往北远离 但是气象鼠认为 走势存在许多变数 如果说台风它比较弱的时候 就是像它在靠近过程中 不断地减落 不断地减落到登陆之后 那它可能只剩下一个中度台风而已 那它可能就比较难翻越中央沙漫 那这时候它就沿着西部的平原北山 路径还得观察 但确定的是风雨不容小觑 降雨也是有分阶段 花莲台东屏东早在台风 还在缓慢移动时 就因为不断吹东南风 持续带入强劲水气 而台南高雄等南部地区 预估周三晚上中心通过 要严防治灾性降雨 这时花冬强降雨也会持续 至于北部宜兰等台风登陆之后 雨势会开始增强 直到出海山土而逐渐远离 南部花冬降雨就会先缓和 不过北部宜兰周四一整天 还是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有明显降雨 少见的强大台风 直攻南部陆地 预估南部东南部 等到台风核心非常接近 要登陆时风雨会瞬间有感 Tip的旭文徐坤山周一圈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